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调查之后,此事也是出现了重大翻转,简单说主要有以下几点,首先两个人,基本上是胡鸥,跳河自杀,是假的,被打住院,也是假的,其实是马金鱼,出了车祸,举报无门,也是假的,因为根本没去举报,其次她老公父母军汉族,为了网店经营,马金鱼把她老公名字改成藏族的,还必须得常穿藏袍最后。 因为经营不善,马金鱼欠了好多钱,还不上马金鱼的老公,也是表示,看到老婆的发文,自己觉得天都要塌了,而网友看到真相后,也是表示称,什么非要利用女性,对女性的同情心,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? 这样只会使女性,维权越来越难啊,作为记者,总不至于不懂,留证据的重要性吧,看你十多年来的,行事方式,不是一个,幼稚无知天真的人吧,说假报就拿出证据,现在仅仅凭你一面之词可信度不高了,其实对马金鱼来说,假报不是重点,重点就是, 我欠太多的钱了,还不起了,我借家报这个邮套,来让大家众筹下帮我还债,这操作,真是长见识了,曝光家报,是想重新爬起来,是向债主解释,这些年做老赖的原因,带三个小孩的妈妈,不容易,理解她。 当然,谁都希望马金鱼,能度过难关,但是利用网络舆论,做这样的事情,真的是,让人所不齿,这么多年家报连个,照片都不拍,医院证明都没有,也太匪夷所思了,她还是记者,有孩子,怎么也得留些后路吧,她是很强势,很有主见的人,这些都考虑不到吗,个人觉得家报有,但是互相的,都有伤害,就谈不上报警了, 而且三年平静下来,突然放大招,明显是被逼债,打感情牌,总之,夫妻之间,我相信是存在矛盾,但也相信一个强势女人,肯定还手了,伤害互相,所以不报警,和爱情幻想无关,主要是创业失败后的落差太大,债务压力,太大把婚姻本身不易,俩人文化教养上差异,还带三个孩子,一个还有缺陷,更有经济压力, 企业电商运营,需要口碑,需要投入,长期累积出来的矛盾,估计才是真根本的原因,现在对于网上的这些质疑,马金鱼本人,也是没有给出,更明确的答复,不知道,对于调查结果,他是否认同呢,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